来关心到金融科技市场日益蓬勃发展 企业身处于资讯化的时代 如何进行合规管理 风险控管以及犯罪防御 Crypt集团的KYC平台 在台北金融科技展亮上 协助企业透过自动化搜寻 以及整合功能 找到客户最终实质受益人 获得详尽合规的业界资讯 能够向上溯源 为金融机构一层一层交叉验证 找到企业最终实质受益人 Crypt集团的KYC平台 在台北金融科技展亮上 许多企业经常面临业务伙伴 最终受益人不明 及资讯不对等的问题 透过KYC平台涵盖全球数据 能够判断客户 是否有涉入不法交易风险 Crypt也分享实际的海外案例 这家台湾的公司 其实它在俄罗斯 最终受益人是在俄罗斯 那很不幸是这家俄罗斯的公司 就受到制裁 他就去换了最后面的 这个实质受益人 他在俄罗斯的A公司 就把他的全部的财产 卖给了俄罗斯B公司 然后把台湾的实质受益 换成的是B公司 所以就在去重新查询的时候 B公司是非常干净的 没有制裁 平台能够帮助机构 在海外取得最终实质受益人 官方证明文件 Crypt有能力拿到全球 超过144个国家股权资料平台 例如萨摩亚地区 并可以拿到原始登记资料 KYC平台协助企业缩短80% 开通时间 提升全球识别最终实质受益人的效率 并且在全球法规环境下灵活应对 你在背后需要去找到 这些证明的文件 然后去找到 我们目前来说 我们的平台上面 有144个国家 我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 去找到类似的官方的证明文件 现今合规管理 已经成为大型企业 在挑选合作伙伴重要选择 台湾中小型企业 高达98% 提高与国际企业的接轨 台湾企业更需要重视合规管理 是台湾公司注册 可是他们在背后 过了几层过后 通常往往都是在境外公司 比方说塞摩亚跟BVI 就是音讯群岛 利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最终利用到原始文件 然后看到它最终受益人是谁 然后像洋葱这样一层一层的拨 它最后的人 可能不是恐怖分子 还是没有涉及到洗钱 还有就是那个tax evasion 透过智能与科技的结合 实现创新经济 成功协助国内外企业 解决营运难题 企业进入高度资讯化时代 如何进行合规管理 风险控制 以及防范犯罪 已经成为企业关注的首要课题 记者文婉婷林佳宏 台北采访波董 广播剧场前涵